关于欧洲地区的黑转白的这个问题是很多在欧洲本地的终结愿用的一个词 然后本地的黑户呢 也就是在本地没有合法身份的这些非法移民 对这个黑转白呢 其实是有这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怎么样实现在欧洲地区的黑转白 以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在欧洲非法居留的话 是否可以真的通过一些途径来实现身份的合法化 我在做视频之前呢想了四点 所以今天呢我会和大家分享四个在欧洲有可能进行黑转白的四个途径 以及第五个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温馨提示 那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那除了去美之外 欧洲的各个国家当时也是非常受中国人青睐的 比如说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 宣压力呢一度免签中国 大量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人 以极短的速度 极大的数量 涌入到了这个宣压力 因为当时啊宣压力还不是欧盟 也不是申根 所以 它只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 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 在三十年前 大家知道宣压力可以免签的话 都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马上的进入到宣压力 那宣压力政府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移民开始失控了 马上又把这个签证的勉强政策关掉 所以在欧洲地区最早一批进入到欧洲大陆的 就是通过宣压力这个国家 那再早一些的话 就是在二战时期 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海湾军团 当时是雇佣一些山东人过来重视 体力劳动 所以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和这个咱们今天说的话题呢 扯得过远 所以九十年代底开始 中国人开始涌入这个欧洲大陆 那到了宣压力之后呢 因为时间过早 所以你只要进来的话 在当时都可以实现一个身份的合法化 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政府的特赦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是除了偷渡美国之外 偷渡欧洲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路线 一般都是通过俄罗斯进入波兰 那一旦进入波兰之后 就很容易再进入到欧洲的大陆 包括继续往西走 一直到达这个英国 所以这个是欧洲的一个偷渡路线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历史原因 以及这个中国人办签证难出过难的 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 欧洲地区其实有很多中国的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呢 有的在这边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年二十年 所以黑准白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存在的 也是各国政府需要这个花精力 花资源来解决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个关于黑准白的方式 就是这些非法移民在你的县居国家什么都不做 没错 大家没有听到就是什么都不做 你现在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 你就按部就班的继续做你的工作 做你的生意 有人说这不是一个解决办法的一个事情 它确实不是 但是我们看过去三十年的 这些欧洲的非法移民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就是什么都不做 那大家可能会等一个机会 就是各个国家的一个特赦 如果你一旦赶上特赦的话 你就会把你的这个非法的身份 实现合法化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什么都不做 应该是大部分非法移民 最普遍的一个做法 然后除此之外 大家在选这个欧洲国家的时候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已经决定好 我要把我的身份变成非法的 就是不在当地签任何合法的签证 那选哪些国家会提高 你黑在这个国家的安全性呢 那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有哪些国家对非法移民是比较宽容 或者是他的计查力度不是特别的严 那欧洲大陆地区呢 就是越往西面的国家 其实他查的力度就越低 比如说荷兰比利时 包括德国地区 以及这个最西边的两个亚 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个是在欧洲大陆地区 英国和尔兰查的话就更低了 所以有很多人你会惊奇的发现在英国黑了十年 二十年他有正常的这个驾照 他有正常的社保 他可以去医院看病 然后他可以在英国赚这个工资 很显然工资是以现金结算的 生活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欧洲大陆的话 原理也是适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国家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 你像东欧国家对于非法移民的容忍度就很低 因为他们感觉所有的非法移民都是从他们国家进去的 比如说波兰 那立陶宛 拉脱亚 阿萨尼亚 包括这个保加利亚 这些国家在抓到这个非法移民的时候 一般都是以遣返的形式 给你遣返回你之前来的那个国家 那对于西欧的这些国家呢 看这个国家的财力 如果这个国家是比较有钱的 你被发现之后会安排到当地的难民营中 所以这种情况就面临着你有可能被强制遣返回你的国际所有国的一个事情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国家呢 属于非边境地带 就是属于欧盟和欧洲国家的非边境地带 但是他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呢 并不是那么的排斥 比如说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 如果你现在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被抓住的话 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把你分到当地的难民营中 因为国家来经营一个难民营的成本是很高的 需要用大量的员工 还要供你们的这个餐食 提供这个床位 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财力不行 然后他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呢 并不是那么的排斥 所以这个情况呢 即使抓到了你 也有可能给你放掉 这个是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大陆期间 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大陆 有很多人就是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有时候什么都不做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你做了什么的话 本来想把这个事情变好 但是也有可能会弄巧成拙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式 就是如果你想黑在欧洲 就是什么都不做 按部就班的过你现在自己的生活 那第二个方式呢 就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中的最后一个 把你送到难民营就有一个关联性 那第二个黑转白的可能性呢 就是通过在当地来报难民 报难民呢是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到了机场自己报 一种呢是到了这个国家境内自己去移民局报 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被移民局抓到非法移民的话 给你送到难民营中来报难民 这三种报难民的方式呢 理论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管你是在哪个阶段报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中国人报难民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对于难民认同度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真的是属于难民的这个性质 各个国家对于报难民的态度也不同 间于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呢 都是属于欧盟或者是深根区 所以各个国家对于接受难民的这个流程 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在提出报难民申请的这个请求的时候 大部分国家会接收你难民的一个申请 但是最终是否会被判定成难民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 那在报难民期间呢 你可能被要求这个出席一至三次不等的这个面试 来说明你这个报难民的一些理由 所以这个的话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所以你在叙述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这个如实的和对方讲清楚 如果大家在沟通的问题 因为语言是一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要求移民局 帮你找一个当地的翻译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本国语言和翻译说 翻译会把你说的话 翻译给这些移民官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式来这个报难民啊 然后如果你的难民是最后被批复的 就是说你被承认 你被认定成难民 那你可以得到这个每个国家不同时间的难民卡 然后在难民期间你是否可以离开这个国家 这个答案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给你的难民卡了 你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的通行 如果你涉及到出国的话 你可以申请这个国家的难民护照 那欧洲地区的难民护照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它的免签国家基本上和本国国家的护照的免签国家保持一致 所以即使在难民期间 你如果有出国事宜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申请难民护照来完成的 但是这里面唯一不能回的国家 就是你的国际所有国 如果你在报难民期间 资源回到了你的国际所有国 那你的难民申请会在你报难民的那个国家自动放弃 自动失效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在回中国的时候需要想清楚 所以第二个是通过报难民 第三个也是这个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欧洲地区做一些高访的ID 高访的居留卡 高访的签证 甚至是高访的护照 来这个应对在欧洲地区的一些突击性的检查 因为众所周知的话 就是整个欧盟挺乱的 30多个国家 然后所有国家的人也可以自由的通行 如果是深耕区的话 你持有任意一个深耕区的居留卡 对于外国人来说 你也可以随意的去另外25个深耕地区 所以各个国家的警察在识别外国人的ID 包括别国的ID的时候 他的专业性其实都是有待于讨论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下来查ID的话 你为了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 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 大部分的朋友是考虑购买当地的高访的签证 拘留卡ID卡甚至是护照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在每一次检查的时候 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成功 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遇上的是当地的警察的话 一般是没有事的 一般就是直接放行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在坐车的时候 遭遇到了各个国家的边境警察的时候 那他们就有能力检测出你收立ID的一个真伪 那今天的第四种黑转白的方案呢 就是保修国家在明明知道你没有身份的前提之下 但是你可以证明你当时是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国家 并且在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工作 怎么定义稳定的工作就是你给当地的政府创造了税收 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没有身份的情况下 但是你在本地进行了合理合法的一个报税 那这种情况呢 即使你现在是属于非法居民 但是也可以通过在那些国家的报税记录 来实现你的身份的合法化 那这个项目做的比较多的 还是最西部的两个亚 分别是西班牙的扎根拘留 以及葡萄牙的88-2签证 那在我们正式结束之前呢 给这些想黑转白的一些朋友的温馨提示 那这个提示呢 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国内以及海外的一些中介 可以承诺某些这个特殊渠道可以买到当地的合法ID 以及合法国籍的项目 因为你在欧洲呢 是没有身份的 你最想要的就是把你的身份合法化 那具体话来说就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 买到一些国家的永久居留或者是ID 这个事情是不可行的 就是因为你呆的国家呢 是欧盟成员国或者是深耕区 这些国家呢和北美地区是一样的 它是非常民主 非常讲规矩的一些国家 特殊渠道的情况只能是基于在现有的移民条例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性来实现有限的变通 如果你想把这个事情完全翻盘 把黑的变成白的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主流的西方世界中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 如果你想迫切的把你的身份 从黑转成白 大家需要参考我刚才提到的四种方式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现在的身份在欧洲 即将要过期 我奉劝大家不要把你的身份 特别是从2022年开始 不要把你的身份从白变成黑 如果你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这些朋友可以给我进行付费的个案咨询 我现在是有几套方案可以解决 大家在欧洲身份合法化的这个问题 但是你在联系我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 你现在的身份在欧洲属于合法 还没有黑色来的朋友 其实还有第五种选择 大家需要把握住 你们在欧洲最后的一次机会 你现在的身份合法化的这个问题 但是前提是 你在联系我的时候 你太续护了 我暗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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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暗认我